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 弟兄姐妹平安 听众朋友平安 非常高兴 今天又能够在活继这个节目当中 跟你一起来分享有关的信息 欢迎你 今天我将继续跟你探讨 上几次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题目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 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 但是首先我想谢谢那些 曾经给我来信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我真的十分高兴能够收到你的来信 说我可以知道 我为你主持这个节目 对你有什么帮助 或者是神带给你的祝福 所以尽管是短短的几行字 也希望你尽量的 能够给我来信 把你的感受告诉我 我是非常高兴的 非常乐意为你解答有关信仰的问题 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继续讨论的题目 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 在上几次的节目当中 我跟你分享了几幅圣经当中的图画 说明了舌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功用 我特别提到有四幅图画 第一幅是马口里的绝环 第二幅图画是一只船上的舵 第三是引起森林火灾的 很小很小的星星之火的火花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燃起来的 第四就是败坏我们生命的毒气 这些例子当中呢 它的中心思想 中心的意思是一样的 舌头虽然只是一样 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东西 也可以说是人体当中 很小的一个器官吧 但是能造成无可估计的损失 让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挽回 在这些例子当中啊 船舵的图画 是最能说明舌头那种 潜伏的巨大的影响力了 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影响 船舵是整只船在水面上 或者在水底下的啊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基建 当船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 你不会看见它的 但是这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一个部分基建吧 却能够决定了整只船的方向 如果是正确的使用船舵的话 那么船就一定会安全的抵达目的地 一个很好的港口咯 如果是错误的使用 船就会遭难了 所以船舵是决定了船的航向 也就是方向的 圣经说舌头是我们身体的船舵 虽然是看起来很细小啊 当我们看人的外表 我们是看不到人的舌头的 而虽然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器官 很不起眼的一部分 那好像传的舵那样的 但它却能决定人的一生 决定了人的一生的方向 今天我想跟你从旧约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举出一些有利的例子 清楚的说明 人是由他们如何的 因为运用自己的舌头 而决定自己的一生的 那这件历史事件 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3章 14章里头的 我现在简单的说说 这件事的背景吧 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他们刚刚离开了埃及 正朝着向神应许他们的地方 就是应许之地迈进 神就吩咐摩西差遣12个人 首先进入应许之地 去观察一下 看看那个地方 看看那里的一般的情况 居民的性格啦 城市的类型啦 农作屋的果实的种类呀 然后带回来做一个报告 所以每一个支派 都挑选了一名领袖 一共是12个人 一起去打探那个地方 他们花了40天 在那个地方来回的观察 然后带回了一个报告 而民数记的13章26到28节 就记载了他们的报告 圣经这么记载说 那12名探子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 见摩西亚伦 并以色列的全会众 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罚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 诚意也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 亚纳族的人 那些探子所摘回来的一挂 一大挂果子 竟然要用两个人才能扛得动 那由此可见呢 哎呀 那个地方出产是多么的丰盛啊 如果神赐给你的一个应许 你会马上就不择不扣的 去相信和接受神的应许吗 还是你会接受神的应许 但是呢 却会加上说 哎 不过 不过 十分错误的字眼 这个不过是 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呢 就感到困惑 还有呢 就是失望 但是其中两个探子呢 就是迦勒和越书亚 他们两个却抱着 另外一种态度 因为他们的态度是反对那十个消极的态度的 那是记载在明书记的十三章三十和三十一节的 圣经这么记载说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们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我真是希望你留心注意啊 迦勒所用的字眼 他说 我们足能得胜 另外的十名探子却说 我们不能上去 一些探子积极地说 我们能够 另外一些就相反地说 我们不能 而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每一种人真正得到了他们应得的 每一种人都应着他们说的话 而决定了他们的将来 神向那些不信的探子与百姓大发怒气 要将他们除灭 但是摩西却为他们带求 神就因此赦免了他们 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 圣经就这么说了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那神的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定下了计划 你可以透过信心来参与这个计划 或者是你失去了这个机会 但无论如何 我的旨意都要成就的 那圣经继续说了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 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 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看到了 迦勒因着他积极的眼光 就得到他光明的一生了 民数记的十四章 二十六到三十二节就接着说了 以赫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你们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要照你们 答到我耳中的话 待你们 你们的尸首 必倒在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 凡被数点 从二十岁以外 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尽我启示 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和嫩的儿子越书亚 才得进去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要被掳掠的 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就得知 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的尸首 必倒在这旷野 他们因着自己的话 而被决定了 自己的将来啊 接着在明书记的 十四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经文又说了 摩西所打发 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地的恶性 叫全会众向摩西 发怨言 这些报恶性的人 都遭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 唯有嫩的儿子越书亚 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仍然存活 生与死 都在舌头的权柄之下呀 以色列的这个事情 正有力的说清楚了 这一点 那些 否定的 说话的人 于是他们就得到了死亡 而那些 相信的 说话的人 就得到了福气了 他们因着自己 所说的话 而决定了 自己的将来呀 那些说 我们不能去的人呢 真的不能了 那些说我们能够的人 于是他们就真的能够了 我们看过了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的例子了 在新约 我们基督徒也是 比作是旧约的 以色列人的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圣经这么说 我们既蒙留下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 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那 这个地方的意思是 神也好像是对以色列人 一样的 为我们留下了应许 就是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但是 我们却要谨慎 免得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 跌倒啊 圣经接着就说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 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 有关的信息 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的分享 欢迎你到时按时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